很多人都喜欢吃水煮牛肉 被自己在家做 做出来的牛肉一点也不好吃 今天分享一个极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麻辣鲜香 特别入味 首先准备一块牛肉 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重点来了 千万不要放盐腌制 不然腌出来的牛肉变得又老又柴 一点也不好吃 再加葱姜水 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抓着像我这样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领一圈 玉米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下姜蒜 干辣椒翻炒出香味 再放一包水煮酱料 它是按比例调配好的 其他的调味都不需要放了 现在三代只需9.9非常的划算 把它炒出红油 然后倒入一碗清水 煮开以后 倒入自己爱吃的蔬菜 煮熟后捞出垫在碗底 再转成小火 均匀地下入肉片 轻轻地推动几下 将肉片煮至变色后就可以出锅了 再放上蒜末 花椒 干辣椒 撒点小葱花 有条件地来点白芝麻 最后泼上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水煮牛肉 鲜嫩入味 麻辣鲜香 好吃又下饭 学会了 点赞收藏 你也给家人露一手吧